看到難民國旗 是我在尋找的難民國旗 我就最緊發誓 我要掛國旗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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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雙十國慶日 甸免遊記隊孤軍後裔 高齡84歲的國旗屋米幹老闆張勞望 第三次年自發信在桃園四龍岡地區舉行升旗典禮 他說 自辦升旗典禮一貫的態度就是不收錢 歡迎大家到國旗屋用餐 幫他頌辦升旗活動經費 桃園市長張善政出席表示 張老旺以國旗認清的故事非常感動 國旗就是把家人團結在一起的象徵 現場有2.5萬國旗旗海飄揚 讓我們一起了解張老旺國旗認清的故事 我為什麼 對這個國旗 那麼瘋狂 太不像話 我眼睛一閉起來就想到 在地面邊去打油 忽然間啊 雙聲響起 吃水打你不知道啊 你都搞不清楚啊 只知道 找不到父親 槍聲停止找不到父親 有一次我們一年半才找到父親 你看看多麼欺慘 逃難的狀況不在這裡 啊 應該你已經閉起來 如何過沼澤 如何過森林 如何過高雲那種茅草啊 啊 都是很辛苦的 那個太太帶了一個個的孩子 兩個孩子 沒有辦法 叫他坐在那裡 丟掉 丟掉就是丟掉 情況就是這樣 那我媽媽很聰明 她叫縫一名國旗交給我 交給我的爸爸 如果你仗死了 你買在那裡 我找到這個國旗 不管它下面什麼骨頭 我就認識 認爲是你的骨頭 我們就安葬你 你要啊 這個 安全 附近沒有敵人 在山上 把那個國旗刮在那裡 我們就找那個國旗 我們無數次 至少是二三十次啊 總共 都因為這個國旗找到 到台灣 我年紀小 我不知道 我才十一歲 可是呢 有一天 我三十七歲的時候 我父親去世了 整理那個遺物 在床底下看到一個爛箱子 打開一看 看到難民國旗 是我在尋找的難民國旗 我 我 一時的 我就對決法制了 我要掛國旗到死 我們掌聲謝謝我們大老旺老爹 我現在已經掛了三十年了 應該掛四十年 我 又 又接到馬英九的電話 你今天身體怎麼樣啊 我說我身體很好 沒辦法 還好認識一個朋友 借我六十萬 我就開始掛過去 也有人贊助一些 所以才有今天這個場面 旗海飄揚 萬眾一心 讓我們高喊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賞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晃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晃光清爽高防曬凝露